完成了第十次的作业, 所以知识到底, 他叫我上来, 我也就上来, 你对建国一代的福利了解多少? 这个话题也是不容易, 就是说建国一代的福利, 为什么要对建国一代给他们这些福利呢? 因为我们知道, 我自己也思考不过这个问题, 这么多年下来, 在新加坡我们感觉到, 虽然经济发展的社会, 社会进步了, 很多人现在都住上好的房子, 开了汽车, 但是往往在一些公共场合, 比如说那些, 那些hooker center, 这些就看到一些老人, 还是在那个收盘子洗盘子, 有一些uncle好了, 没有办法, 还是在开计程车, 其实就是生活还是很辛苦,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这一代人呢, 确实就是建国来一直就是, 也做过他们那些贡献, 但是我们社会对这些这一代的人呢, 关注不够多, 所以政府现在呢, 就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 来, 来为, 为达这些这群人, 所以呢, 就是, 但是呢, 政府的政策呢, 又比较复杂, 很多人不能, 不能清楚的了解, 所以, 我知道最近呢, 政府又, 以那个方言的方式来解释, 解释这些建国一代的那些福利, 好像还出现的那些, 用福建方言非常有趣, 所以, 政府也是真的很努力, 回到这句话, 很努力在做, 把建国一代的那个福利, 介绍给那些, 那些老人,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 他好像是我们的后起之秀, 我们谢栽培的支持者, 谢谢你, 黄亮来宾, 好, 接下来, 还有锤, 愿意上来, 来快点, 快点, 讲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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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上来的, 快点快点, 他的题目如果不是保险, 他讲保险, 来,题目是, 人靠一专, 头靠金专, 各位大家晚上好, 我是郭田山, 人靠一专, 佛靠金专, 我觉得这个是, 应该是, 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因为每一个人的, 毕竟是, 看到的人的第一面是他的, 外表, 外表, 再来呢, 再来呢, 就是看到外表, 他才了解到他的, 人了好, 所以那个, 那个, 真的是, 我靠一专, 需要去下一段功夫去学习的, 应该是这样, 哎,有什么呢? 哈哈哈哈哈哈, 工作, 工作, 场所, 工作, 场所, 你给装備用, 找女朋友, 哈哈哈哈哈哈, 找女朋友, 你妙, 不行啊, 形象好一点, 形象好一点, 保险好, 卖一点吗, 喔, 不然你怎么今天会穿白雪 你看你今天 应该是这样 有了第一次 你就有第二次了 谢谢你 非常好 也太非常厉害了 好 接下来继续 继续我要加油 你自己都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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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来宾 感感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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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啦 至少你敢出去 来 礼物是谈最吃鸡的旅游 这个啊 这个美 大家好 我叫江飞 然后今天也是第一次过来观摩学习的 很高兴就是有这个荣幸来庆幸演讲 实际上我本身真的不是特别擅长去演讲之类的 那我就请大家多多指教 然后我谈的这个话题是谈最刺激的旅游 谈到这个实际上我刚刚是去年对于我来说目前最刺激的一次旅游应该是去年圣诞节的时候 我有去西藏就是中国的TPEP 还是印象特别深刻 时间是两个旌旗15天 然后通过清淡铁路然后去西藏 那可能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去过西藏旅游 去西藏旅游 可能你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高原反应 对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是那个高原反应很严重的从坐滚车开始 然后就有一种缺氧然后头特别上就是感觉脑袋要爆炸那种 然后整个就是然后去了到了拉萨以后也是就是晚上完全是失眠的 我就从一天晚上特别难熬然后我就一晚上没有睡觉 我就想着第二天我只要天一辆我就买机票 我就买机票回我的老家电台我就不要去待在那边继续玩了 因为那个就是还蛮严重如果是有那个高原反应比较严重的话 会有生命危险就是会引起那个肺肺炎 肺炎然后就容易那个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想着先活着最重要 然后然后我就那个一晚上熬过了特别难熬的一晚上 然后第二天没想到第二天天亮了以后 就还完全看到太阳一升起 然后就心情也好多了 就把那个高原反应完全抛到脑后 然后就慢慢适应过来 接下来我就跟着我的团队朋友继续我的心脏治理 好谢谢我们这位漂亮与沙方的美女 我们的来宾 接下来还有最后一题了 我想请一下我们的会女 我就看选中的 来 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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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的题吗 我以为最后一题了 题目是活到老玩到老 非常强 大家晚上 我是黄梅双本队会友 我所抽到的话题是活到老玩到老 其实应该是活到老学到老 可能比较有意思 学也是玩老 年龄其实不是一个限制 尤其是在现今的科技发达的社会 所以我们 可以通过科技 在年老的时候还可以继续玩下去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科技 玩电脑游戏 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同辈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子孙一起玩电脑游戏 可以通过网机网络 远程的 玩游戏 这个是一个方式 我就只能够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会友 我们的本会会员 谢谢 现在请大家 请计时言报告时间 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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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说合格的话 我们就可以同选最佳 集席讲员 谢谢大家 我现在把帮子交换给你 我现在把帮子交换给你 请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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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 示范 3 2 1 2 2 3 1 2 1 1號是水子 1 2 3 4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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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謝謝思佳 1 2 3 談到演講 用對語言 就能使演講的內容 更加的精彩 更加的吸引人 對嗎 好現在就讓我請來自 管理學院講演會的 張傑聖任講員 紅級高級領袖 來為我們做語言評論 謝謝 大家晚上好 好 今天其實我們的作業相當多 因為我一般在我們會內 或者在其他的地方 都沒有這麼多的作業 當有這麼多作業的時候 而且每一個作業都不同 比如說有作業3 作業4 作業7 作業10 每一個作業要求不一樣 因此今天晚上 大家都會覺得 講員們都很精彩 有沒有這個感覺 有 鼓個掌吧 給大家 我其實感慨蠻多的 我今天主要是講一下 好字好句 因為語言評論來講 就是每一場我們總結 看看能夠學到什麼東西 那麼今天我就是講一下 我學到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我今天感慨最深的是 講題 配合了不同的語言 所以大家有沒有覺得 今天其實你們看到了很多不一樣的 語言表達形式 第一個我們現在講那個瑞慶 大家有沒有很多人跟我一樣的感覺 覺得哇 幸虧今天不是他的評論員 有沒有這個感覺 而且有沒有這個感覺說 哇 你講的東西其實我也不懂什麼 會嗎 會有這種感覺嗎 其實他講了 就是哪家這麼多 講了哪個家好哪個家不好 其實我們有幾個人說他是對或者錯呢 有人講得出嗎 沒有 對嗎 只有一個什麼感覺 反正我講不出 對不對 就是說如果同樣的講題要給你 沒有那個底蘊 沒有那個方式 你根本覺得自己做不到 為什麼會做不到呢 跟講員所使用的方式 非常非常非常有關係 如果他今天講他這篇稿 他不是這種講法 他用一種非常平鋪直續的方法來講 用你都聽得懂的語言來講 你相信我們的反應會是怎樣 我們一定會讚揚說 贊同他的某些觀點 或者我馬上就會有一個說 這個觀點我不同意 所以我只是從一個例子來講 當我們選擇講一個講題的時候 使用的語言跟你這個講題相配合 是非常重要的 無論怎麼樣的好詞好句 你在的地點不對 你使用的環境不對 你在那個講題要呈現的方式不對 他都稱不上是好詞好句 只有在那個恰當的主題 恰當的時間 恰當的地點 使用的正確 他才是一個點睛之比 大家說我說的對嗎 對 對的 所以今天像瑞卿裡面 我剛才專門要下去 詢問他一些話 因為我也記不下來 我也沒辦法重述 但是他確實 比如說他在上面講 剛剛開始講他的講題的時候 他就講了一句 亞洲人給世界起了動良的作用 其實每當我們講一個講題的時候 你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奇句 帶出整個要講題的句子非常重要 然後他就引到了亞洲 朱子百家以後的事情 那麼他講了幾個家 不過我覺得我很喜歡你的演講 因為雖然我覺得我講不出 但是我還聽懂了一點點 對嗎 起碼有一個觀點 他今天表達的非常明確 他認為儒家沒有推動社會 而法家是道家 對嗎 道家是更好的 所以他這個觀點 從頭至尾 都是貫穿的很清楚的 所以不管他講了中間什麼句子 聽沒聽懂 他的意思傳達清楚 一定不會反駁 你就接受了 是是這樣嗎 大家覺得 所以我下次跟他去講的時候 我說這些我沒有看過 我沒有辦法反駁 他說你這個不對 所以演講也是要傳達自己的思想 用什麼樣的方法能夠讓聽眾 能夠接受你的思想 無論你的思想 我要講是正確的 或者不正確的 或者是偏激的 能達到目的 這就是我們演講成功了 所以他今天的演講 其實還是很成功的 大家值得給他一個掌聲 好 他裡面很多句子 比如說他講孔子的時候 他說孔子講的是個理 然後呢 還說琐碎 兩個字 很精簡 但是把儒家的思想搞清楚了 後面他在講 朱子柏家有提過 不同的環境 不同的能力 不同的社會格局 不同的自然規律 講了很多東西 所以有排比句在裡面 我們整個 除了他引用的原句以外 他自己再加上的詞 相當配合整個演講的過程 那麼我現在挪到下一個 何春蘭的龍舟賽的精神 我覺得他今天這個演講也是很好 為什麼很好呢 大家有感覺嗎 為什麼很好呢? 因為端午節 他真的是準備了這篇稿 他真的是連詞帶一句 全部把這個故事講出來 一直講出來 所以他整個這個演講的過程中 他帶了非常多的詞在裡面 所以他背的時候有點辛苦 他一講啊 家喻戶曉的端午節 什麼屈原心如刀鉤 他不是用非常平鋪的講一個故事 他是準備了這個故事 把詞句放在裡面再背出來 對嗎? 所以他會中間會忘搞 這個也是演講的技巧 你想要非常好的詞句 而且要用很多的話 其實背稿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要學會說 把最好的句子用在最恰當的地方 然後就記住那幾句 別人記得了 哦 原來你會用 就很好了 那麼他下面有很多 而且我覺得也是蠻好的 比如說他講到龍舟曬 不但是一種傳統文化 還發展成一種水上運動 所以他的連接句 包括所有的連接句 你都有去注意 比如說大家華龍舟 你說要奮勇針先出向終點 你真果敢積極向上 就能取得成功 所以有很多詞句在裡面 這篇稿還是很 準備得不錯的 講的也是不錯的 那麼下面 大家給講 艾群在講認真過每一天 所以大家看我每個屏下來 你就會知道了 講員在怎麼使用他的語言 那麼艾群在講認真過每一天 他是第一個齊句 就抓住大家 所以剛才有提過一年之際在於春 一日之際在於晨 在於晨 對 當他講完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他結尾的時候 他有配這句話 大家有沒有聽到 他後面有用一句 一寸光衣 一寸金 一寸金難滿 寸光衣 他真的有講究 我有一個齊句 我有一個結尾 我收住我演講的過程 而且呢 我很喜歡他是 中間他講一個電影 對嗎 講到電影之後 就開始慢慢引到社會裡 大家有沒有發現 他今天這篇演講稿 是蠻有力度的 他的力度是在哪裡 有沒有意識到 他用過很多反問句 一遍一遍都在問 如果你做 你平時在做他在問 你是一個優秀的父親嗎 你是一個溫柔善良的媽媽嗎 他問了很多這樣的句子 當他講完一個故事以後 馬上就問反問 讓我們聽住 每個人都會寫 哦對 我有做到嗎 其實他在講了一段之後 他總是有這種反問句 我發現他 這是他這篇搞特別成功的地方 他想要傳達他的思想 就是要認真過好每一天 他對大家的呼應就是 把問句問給你 讓你自己去反省 大家說這種方法好不好 你們有沒有覺得 他今天講這個故事之後 講的過程中 包括現在你都有問自己 我有認真過好每一天嗎 是不是心裡在問這個問題呢 有沒有 有就給他一掌聲 而且他還有句子 很偷龍換鳳的那樣子 改了一下 比如說我們有一句話是這樣講的 遇善則善 遇惡則惡 但他沒有 他把這句話改 他叫遇善則善 有錯則改 對嗎 好 下面我講凱蒂 凱蒂他在講上海迪斯尼 第一 要天之地利人和 這篇講稿 其實他也是的語言 跟大家想想 跟瑞慶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這一篇稿 就是要講 你是一個主題嗎 探討 所以需要數字 需要圖片 需要所有這些證據來證明它 所以大家看 他整個演講過程中 挑不出來什麼特別精彩的詩句 但是他有沒有把他的主題傳達清楚呢 有 在他打一個圖片上 各個迪斯尼的地方在比較的時候 哪個地方多少公平 哪個地方多少公平 一清二楚 對嗎 對 大家能說這個語言不好嗎 配 配他的主題 是不是剛剛好 對的 所以呢 大家也要給他一個掌聲 他 他實際上使用了最正確的語言 來傳達自己的 所以我們現在再來想 比如說他現在 想像他這個角色 就是來怪上海迪斯尼的 所以大家在聽的過程中 會不會覺得 他的推銷 他的促銷讓你喜歡 完全是可以的 對嗎 我們能夠接受 能夠接受他的要傳達的意思 可是如果換成瑞慶的那個方法 你們會覺得這個人在講什麼 是不是很可笑 能夠接受嗎 不可以 所以每當大家下一次 再做講題的時候 記得 就是說我要用我適當的語言 表達我要表達的思想 而且我要用一種方法 因為演講不是自己講 演講就是要讓大家懂 我今天講的什麼 要設計我用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讓大家來接受 好 那麼凱蒂也做到了 她今天要做的 不過呢 我喜歡評論員 到了最後有評論她 就是說她的那個結論沒有在 如果你要去賣東西 最後的結果是要 能把這個東西賣出去 所以那個結論還是很重要 不能走到一半停住了 所以感覺是 怎麼回事 不懂下面是什麼 那麼在每個評論員方面 我也是覺得應該點帶一點點 下面就是摘培的預防生育治療 其實這篇稿件呢 我會覺得整個你在安排你的組織稿的時候 相當用心力來組織 尤其是剛開始起步的時候 你是講日常生活裡發生的 你見過的那些病人生病的事情 對吧 我覺得這是個很好的開端 就是當你講故事的時候 尤其用故事是最能聯繫到自己內心的感受的 所以當她在講這些故事的時候 其實我們一直在想 哦 對哦 這個人為什麼又抽煙了 然後你就會想到我自己 欸 有沒有這些風險性呢 這樣的 那麼故事帶下來之後 她就開始講到後面 應該要養生要預防 然後呢我還很喜歡摘培的三點 因為她一二三傳達給你 所以不管你是激勵 有沒有被她很強烈的激勵起來 說立刻馬上 我現在就要把煙扔到地上來戒煙 可能還做不到這種激勵性 但是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 今天對於她給了三點 是不是全部記在心裡了 有嗎 大家給她一個掌聲 如果她今天有把她要傳達的思想傳達到 大家把這三點帶回家 記得很清楚 要睡夠啊 然後呢 要時當運動要心情愉快 這些都記得的話 實際上你今天已經非常感染到了 是不是這樣的 也許是一種柔風細雨 慢慢氣無聲的方式 但是也是算是激勵到了 所以呢 這篇稿件呢 而且我喜歡她後面的一點 她把皇帝內精靈出來 這個其實是高手過招 我會這麼覺得 因為你等天跟別人講 你們應該這樣聽 你們應該這樣做 有的時候可能會對聽眾有一種反應 就是說 也許我有點反感 你是醫生 你這樣說我們要照著做嗎 他不是 他有第三者 有證明 應該這樣做 這個是一個強調 也就是說 我們會覺得 哦 原來從古都有這個講究 那麼到了現在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跟著老祖宗這樣走呢 是的 所以會強調你的那個意念 要加強 所以好詩好句 你一定要說 引用別人的句子 也是相當相當重要的 所以今天摘培呢 有點出幾個句子來 一個字一個字的解釋給我們聽 讓我們真正理解這句話的意思 這個其實是一種教育 在你不知覺間 哦原來是這樣 那比如說她說 揚平名利精神乃至 這個呢她講得慢 所以我有機會把它抄下來 可以再給大家溫習一遍 那網上好詩好句 除了那三點以外 大家可以帶一點 皇帝內金回家好不好 好我再唸另外一個 她說甜但虛無 這四個字大家記得嗎 她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 一個字解釋了 甜但虛無 真器從之精神內守的病 定安從來 對嗎 所以呢今天呢 摘培也是講得非常好 我要自己傳達的思想 給我傳達清楚 所以從這幾位講員 大家剛才我的分析 已經有沒有掌握到一點 什麼叫做好詞好句 跟主題有關係 只要配合到主題 能把自己的思想傳達清楚的 都是好詞好句 不過呢在整個文章過程中 有些要設計 起頭要不要個名句 結尾要不要個加強句 還有中間要不要海餅句 或者反問句 這些會讓你的演講 充滿力量 也讓別人不知覺的被受影響 那麼還有我 再講一些小的吧 比如說寶財 剛才實際上你在 評論那個摘培的時候 你是希望那種肌力鼓舞 是很強烈的肌力鼓舞 對嗎 所以你很技巧的 但是很溫和的說 稍微有點改善的空間 你說用的好嗎 好 因為不是這樣 直接了當 非常強調的 你知道我們華人用詞 所以那個分寸的把握 也是好詞好句的一種表現 大家認為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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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剛才在講說 有一個建議 你必須要嚇嚇他們 其實這個在 其實看病啊 這些方面啊 甚至於賣保險 都是很管用的 你要威嚇他一下 你說產生畏懼 提高警惕 確實不錯 嗯 底下呢 我有一個想要再提一下 我喜歡美松 美松我今天要表揚你一下 雖然你在講這個集系演講的時候 是時間最短的 但是我認為你的啟動是非常漂亮哦 當你拿到那個題目 活到老玩到老的時候 你第一句話就點出你今天要講的 你就說了一句 年齡其實不是一個限制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啟動 定下你的表 然後你再說通過科技可以玩 其實是一個非常美妙的轉換 如果說稍微有一點演講經驗和技巧 今天這篇集系會長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集群加油